你們多少歲? 我十多歲 十多歲? 我大一點,二十多歲 那我呢?你猜我多少歲? 你又大一點 大一點而已嗎? 就是二十多歲 好聽… 我今天帶你們去一間老牌子 他們年紀比我們還大 那時八十、九十年代 他們有一條褲 所有學生都會有的 是一條褲子 褲?好像知道你說哪一間 他們的版型很漂亮 這是一條褲子 一條褲子 我聽過一個很有名的褲子 它的名字叫變色龍 變色龍,沒錯 就是這個 好,我們一起進去吧 跟周生聊天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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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創辦人周生這個品牌 可以說是七、八十年代學生的 潮流生物 他們最有名的就是654 也就是喇叭型的牛仔褲 在當年不同的潮流雜誌 本本都可以見到他們的 認真駕駛 最近又再次成為年輕人追捧的潮物 究竟這個品牌有什麼負fit在裡面 令每一個年代的人都追著買呢? 二五、九、五夠多 但他好像不夠 減減 三、九、九 周生,你好 你好,我是Alex 很開心可以跟你聊天 當年你怎麼開始這麼喜歡牛仔 以及你這個品牌 你是怎麼開始的? 七零年來我美國旅行 就在夏威夷 排隊過關 原來那些官員在巡 巡巡 原來誰穿牛仔褲 是另一行的 這件事警醒了我 為什麼呢? 原來牛仔褲是美國的國服 他們排第一位 所以我就堅定了做一條牛仔褲 當年鄧光榮做我們的consultant 他就說你向學生埋手 剛剛喇叭褲就流行 六五四就是喇叭style 就是這樣 當年我們小朋友的時候 就懂得翻 四英六是大了 六五四 就是四英六 對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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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在服裝裡面 我是贏的 因為你做生意當然要成功 不成功 不成功你就會破產 七八十年代的學生哥 就最喜歡喇叭褲了 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 又喜歡什麼款式呢? 胡巴,交給你了 你好,周先生 你好,我是胡巴 你好,歡迎你來 在這間店裡 有很多年輕人會來嗎? 最近多一點 最近多一點 以前 因為有三年疫症 生意就慢了 可否說一下 現在的年輕人 是喜歡哪種類型的款式 年輕人跟我們的概念不同 新潮的款式 譬如說 大的喇叭 弄破 也有做 標準的牛仔褲 永遠都是流行的 很久以前流行到現在 都很流行 所以穿這些 絕對不會錯 就像我們男裝 穿西裝一樣 永遠都流行 一件濕衣服 永遠都流行 對,濕衣服 周先生,我想問 這間店不是開了很久 你會否想過退休 退而不休 退而不休 以前有些舊的客人 他成長了 過了五六十歲 他帶他的子女來 第二批 第二批 在外國移想文 回來香港 都來探望我 因為香港的貨品 是優質的 一定是優質的 所以在香港買東西 外國人來都很安心 所以堅持我們做下去 我看到這間店這麼棒 我一定會叫多些朋友來 我的朋友都很喜歡牛仔 好,謝謝你們 謝謝 跟香港牛仔潮流的大前輩聊天 下一站 我們去了解一下 香港新進的牛仔品牌 向他們的創辦人 Jason 偷詩 接著來的這間 就有趣 他們主要都是做一些 street fashion 我知道這個品牌 我記得他會做一些很有趣的設計 然後跟其他品牌一起做 Cost-Over 是嗎? 嗯 創辦人Jason 和他的品牌 經常都是時裝公開賽的得獎者 很早就已經被大型時裝買手店看中了 還邀請推出聯城系列 我們一起向Jason 了解多點 這個這麼厲害的品牌 Jason Hello Nice to meet you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會怎樣形容這個品牌 那我們就做一些開心滿味的創作 如果我要定義它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個實驗性 質重一點的設計 我們玩一些 high street的風格 很多時候都是取材而日常 希望那些衣服 除了on stage 別人日常都可以穿到 香港這個地方 我經常都覺得好像沒有文化三惡 好像很悶的人 所以我們就為自己的一些文化發聲 做一些開心抽水的創作 是一些可能香港人會懂得更容易的一些文化 屬於我們的 名字 尤其是由於我女兒出生後 然後我回想 要想幾個字幕 究竟會變成什麼 就想想想 You make daddy happy 這個品牌 就好像我另外一個BB 令我快樂 就好像 希望我女兒和我的品牌 一同去成長 這個事情 那你覺得 有些什麼 你的作品 是最多去表達YMTH 近期的合作 他和一些香港的 Toy Artists 去合作一個款式 他很喜歡地球 我們都覺得 應該要愛惜自己的地球 那我們就 不如就 把一個 Madonna Earth Bag 他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公仔 這個就是 Earth Boy 有些不同的 產品 除了說 做衣服 我們就是 很多時候 已經玩了很多不同 每屆的聯繩 他就一起課分 五合作 這個很棒 這個也有興趣用 那些衣服呢 牛仔 有些牛仔褲 這個也挺有趣 這條是 Back to Front Jeans 以前有對 Cris Cross 他們會調轉褲子 穿Drum的首歌 在那裡聽一聽 他覺得很有趣 不如就把褲子 反轉 前後 調轉 他會有個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支援後面的手袋 但是 這個也是一些 惡搞的 標籤 就是 有些Pattern 有些Y字 還有有時候 不記得拉褲鏈 所以褲子 現在整條鏈是這樣的 你一定要拉 有些脆味的地方 所以有 Contrast Fabric 兩邊不同 有些很柔軟的細節 所以我們品牌有些特徵 Jason設計了這麼多貴的衣服 我們也不難發現 牛仔元素 經常出現在他的設計裏 究竟牛仔有甚麼魔力 令Jason那麼著迷呢 Hello Jason 我是Alice 今天來到你的Studio 我看到很多 牛仔相關的衣服 我想問 牛仔有甚麼特別呢 為何每一季都會出一些 關於牛仔的設計呢 我覺得牛仔是 很多人會穿 或一定會有的 有時坐地鐵 或坐車 在家見 早一兩年 更明顯地 通街的人都穿牛仔褲 他始終有很多玩法 有甚麼可以玩 有甚麼特別的可以玩 因為他有很多不同的洗水掩飾效果 可以做到 小的細節 所以可以玩到 環保的話 現在就更多一些 Laser 的效果 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圖案 甚至上面做很多 Printing 的效果 也可以 以你的觀察 你覺得現在牛仔有甚麼趨勢呢 我覺得都是走環保的路線 如果試過的話 可能有多些雜跳 效果 可能有多些白色 不是傳統牛仔還是藍 還有環保 雷蛇打印是一個做法 他們想減少對環境的污染 不想太多污水 他們就用雷蛇打印的效果 做一些洗水的花紋 還有很多時候 現在的廚物都會選用 可能一些清潔石 盡量由原材開始 就已經很綠色 很綠色 滑保 希望整個生產線 可能出來 對環境少一點污染 但它做完之後 是和本身的牛仔布 沒有很大的差別 沒有甚麼特別的分別 如果不是學內的 還有做舊的效果 即將新的產品 已經做到很vintage 或者一些remake upcycling 也是一個挺熱的 Train Alex那套就是remake 產品 我們回收廠的Denim 產品 從製了一件 Kimono 和前後背衣 Inna就是我們Signature的 Gentlemen Big Shirt Alice 那套就是致敬一個運動品牌 我們拿了一些York 產品 重製了一件 Two-Ways 褲 和Spectre的結合體 以及一條 Edited 褲 就是一些新的牛仔技術來製造的 湖巴那套 我們就remake in Hong Kong 重製了香港 而下身就是York 的一些牛仔產品 我們又加上工藝去製造 這套主要是穿上一件 Signature 的 Kimono 外套 Classic 一點 配合自己的形象